那前几日呢熊带领在巴黎时装周的秀场上与一位帅气型男亲密亮相 两个人不仅呢是甜蜜牵手 熊带领呢还表现的是一脸娇羞 总之呢完全是一副有情况的样子 那就在熊带领有新男友的报道铺天盖地传开的时候呢 我们的游乐新天地在巴黎的特派记者也是逮到了传闻中的这位神秘男友 他究竟是不是熊带领的真命天子呢 看一下咯 大家好我是陈浩第一次来巴黎感觉非常舒服 一种sweet的感觉充满了整个身体 是一个让你很想谈恋爱的城市 没错这位陈浩就是前几天在巴黎时装周的秀场上 与前天王嫂熊带领时之劲扣美目传青 着黑白情侣装的神秘男子了 居致如此亲密让外界都认为 熊带领这是在巴黎秀场高调宣布新恋情的节奏 对此不仅媒体惊呆了 昔日秦郎郭富城也第一次收到了这个消息 我相信他有他的生活 如果他今天看到他有一个新的对象 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有新的恋情 其实我也很衷心地祝福他 送祝福表现得如此洛洛大方 看来国天王是彻底挥别这段长达七年的感情了 其他因为其实我觉得已经过了 都已经过去的事情 就爱say goodbye那眼前这位媒体口中的新恋人又有什么说法 好想谈恋爱啊 对不是也有恋爱了 又来了 第一天就是被媒体全部搞晕了 咦 听陈昊这话的意思 感情理和熊带琳在巴黎失职紧扣的公开亮相 不是在谈恋爱啊 我们来一时看秀 另外就是还要拍几组时装大片 还有一些时尚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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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电影 游戏的地 其实熊带琳一个人过得挺好 巴黎采访报道 是的 如果是真的话呢 还是要恭喜熊带琳的 因为挥别错的才能跟对的相遇 感谢观看